贝斯夏皮罗正在加拿大玉空地区一座矿区寻找远古动物化石 非常酷,我们刚刚在这里找到了一二三块猛马的骨头 我听到了很大的水声,这就意味着有一个洞打通了 水来了,我们最好快离开 夏皮罗是加州大学生态学副教授 他在他撰写的《如何克隆孟马》一书中设想让大象的远古近亲孟马复生 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1990年代克隆绵羊多粒不一样 那种方法不适合孟马 我们没有蒙马的活细胞,所以无法克隆灭绝的物种 可是基因组合提供了另外一种渠道 夏皮罗说,通过鉴定孟马和他的近亲亚洲大象基因的不同 研究人员为重组基因创造了平台 从本质上讲,重组基因技术将换掉大象基因中的一部分 保留我们所知的蒙马关键基因 让它看上去像蒙马,行为像蒙马 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罗斯·麦克菲说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果这种动物几千甚至几万年前就灭绝了 本身已经没有更多的生态作用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让它们复活 把它们放在一个跟它们完全没有关系的环境中呢 夏皮罗回答说,去灭绝的作用不是让过去复活 而是保护金天兽威胁和宾威物种 如果我们可以恢复一种动物 或者恢复某些特征,创造一种动物 那么我们就可以挽救现有生物 或者重建和重振现有生态系统 麦克菲不赞成这种看法 我认为,未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讨论 让大家意识到问题所在 希望最终找到政治和经济的解决途径 夏皮罗欢迎进行讨论 特别是在采取去灭绝技术之前 他说,鉴于现有技术、道德观念和生态等方面的挑战 近期内不会使用这种技术 美国之音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由平章博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